维吾尔人星期一在世界各地举行抗议活动 纪念在中国新疆地区爆发民族暴力事件一周年 这是中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民族暴力冲突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星期一数十个维吾尔族人和活动人士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前 缅怀在去年暴力事件中死去的人 抗议者打着东突厥斯坦的蓝色旗 并高喊反对中国政府的口号 一位妇女拿着的标语上写着 中国必须对7月5号屠杀维吾尔人的行动负责 维族支持者迪里沙是参与集会的人之一 1600多人死亡 他们都是维吾尔人 我们今天举行示威来纪念那些在那一天死去的人 我们的人民兄弟姐妹和家人 参加集会的全国民主经营会的格雷夫说 中国政府在掩盖暴乱的中项 今天我们沉痛纪念一年前那可怕的一天 当时乌鲁木齐的维族人走上街头进行和平示威 但不幸的是他们遭到枪杀 这些已经被记录在一些新的报告中 说明中国政府在掩盖事情的真相 以及对本国公民的所作所为 一年前新疆的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 演变成一场公开的暴力冲突 中国政府表示这次骚乱导致197人死亡 北京指责海外的维吾尔人组织策划了这次暴力事件 政府在冲突发生后的六个多月里 中断了这一地区的国际长途电话服务和互联网服务 中国政府还逮捕和审判了数百名示威者 其中数十人被判处死刑 维吾尔人在巴黎 布鲁塞尔 慕尼黑 沃泰华 伦敦 安卡拉 斯德哥尔摩 赫尔辛基 以及哥本哈根也举行了抗议活动 维吾尔族人群组织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对这次骚乱展开独立调查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